228假期登場 這一次只有一天 民眾趕緊把握時間 來一趟短程旅行 而高空局為了抑制短途旅次 取消20公里免費優惠 採單一費率 更有意演你 未來週末上國道 也將比照辦理 當我們在228這一天 就改成每一公里0.9元 那當時沒有20公里免費 單一費率的方式 我們星期從國道一號 從內湖往泰山方向開 看看若是取消20公里免費後 會差多少錢 內湖到泰山 大約是19到20公里 若取消優惠 通行費將從單趟0元變18元 通勤族若是以輪班制 週末八天也要上班來算 每月就要多支出288元 目前每一樣東西都在漲 那薪資沒有在漲 這是我們老百姓面對最大的問題 車子畢竟還是要跑 還是要加油 會覺得它就這樣 一直一直慢慢增加 那薪水都沒漲嘛 對啊 就是會 還是會覺得你的收入變少了 高空局緊急澄清 目前還沒有擴及周末的計畫 但未來若可能實施的話 將影響四城的用路駕駛 而做客運同情的民眾 恐怕票價也會因優惠取消 將調整價格 有可能開會來演你一下嗎 對啊會啊 會調整個一兩塊嗎還是 對啊還沒有這個準備啦 另外高鐵也悄悄宣告 過去高鐵平日離封九六折 從三月一日起將請優惠 有加入高鐵的會員 恐怕從十一住行 民眾都得多規劃 才能看緊荷包了 記者路易鴻平台北採訪報導